水里哥 看我们所有的比赛 每一个运动员的怒吼 每一个他们从内心往外 释放出来的那种男性的荷尔蒙 其实这项运动特别特别有魅力的地方 机长失忆 上桌豆瓣压倒获胜 一分钟的时间里 一场专业的豆瓣比赛 在激烈的气氛下迅速完赛 今日记者用镜头 记录下豆瓣运动员的日常训练与比赛画面 作为中国极限运动协会管理项目之一 豆瓣运动与日常 称作掰手腕的活动相比 不但多的赛制规则 裁判制度 它更是一项需要讲求技巧 运用战术的综合类比赛 掰手腕或者掰腕子游戏 其实它真正上升到豆瓣运动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技巧 它会有很多的战术 就是会有顶峰战术 会有勾手战术 那同时在顶峰的时候 它可以转换成勾手 那同时还会有其他的 比如像转肩下压 扯压这种切力这样的技术 技战术 同时会有防手反击 同时在比赛当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 可能我一抓手 会感觉到这个人的手掌的粗 这种薄厚跟手指的粗细 就有不同的策略 豆瓣运动作为一项双人竞技类运动 源于无门槛观看 全民皆可参与的掰手腕活动 而据音乐介绍 中国豆瓣运动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 豆瓣这项运动 最早我们能够查到 是在中国西汉的石刻画上面 叫两个武士 蹲在地上 把手支在膝盖上边 做豆瓣的比赛 那个就是比试 他们那个叫手拨 这是古代人 对豆瓣运动的叫法 进入当代 第一个职业化豆瓣连赛于1954年在美国加州举办 之后 豆瓣比赛在欧美等国家开始流行 而在中国 最初的国内赛事没有赛制规则训练体系 只是简单地以压倒获胜为原则 作为国内豆瓣运动的开拓者之一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豆瓣项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旭 曾有向国外赛事取经的过程 当年我去国外学习裁判规则 把整个规则训练然后体系改进过来 现在国内发展已经非常好了 大家已经对规则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了 像最早以前运动员比完赛 他没有跟裁判去其终止 现在运动员他比完赛之后还会去跟裁判 他会看申诉 他会看录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豆瓣运动员已经理解规则 理解战术 知道怎么去利用规则来取得胜利 这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大的成功 随着不断吸收国外赛事经验 豆瓣从2012年的民间竞技项目开始 经过七年酝酿 2019年初得到中国极限运动协会的认可 而随着国内赛事环境的逐渐成熟 世界高水平豆瓣项目运动员 也不断来到中国参赛 或参加有关活动 2019年 曾占据豆瓣运动冠军宝座 长达20年之久的美国豆瓣运动员 约翰布泽克来到中国 为中国豆瓣公开赛参赛选手授课 我们真的请到了世界最顶级的豆瓣运动员叫约翰 约翰来到中国参加我们青岛的豆瓣公开赛 其实这项运动是需要有像篮球乔丹那样的运动员来参与的 约翰到了中国之后 整个看到我们有那么多运动员 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场地 其实他也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对就是在 在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相信2020年2021年 中国豆瓣运动的国际化脚步会非常非常快 如今 中国国内已拥有中国豆瓣公开赛 青岛豆瓣公开赛等多项专业赛事 越来越多的青年也选择加入到豆瓣运动的行列 音乐感言 作为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运动项目 希望未来在引进来的同时 也能更多地走出去